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來 像一朵雨 去 像一陣風 來 以幾聲 去 因為心 打開 思念的門 找不到 照亮如航的門 愛 像一個吻 很 像一個針 愛 以為單純 恨 以為當真 多少 動人的笑 只會掩飾 無奈的一生 每個 飄盪在紅塵的人 都在尋找 另一半靈魂 先別說 我是你要追的夢 或許我 注定要害你一生 每一個 飄盪在紅塵的人 都在尋找 另一半靈魂 先別說 我是你要追的夢 或許我 注定要不服一生 或許我 注定要不服一生 嘶 自然回來了 来 换食 我自己拿 把包给我 子安 你忙了一天累了吧 来 喝点水吧 你家怎么样 我晚上做了鱼 让他来吃饭吧 我来打电话 答应我一件事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的事我很抱歉 我跟一家之间是出现了点问题 请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两个月之内不要来打扰我行吗 行不行 我们都需要冷静 我心里非常非常乱 我真的需要点时间 对不起子安 我不是故意要来缠你 我只是想看看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要给我打电话 也别来找我 更不要去找一家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亲爱的妈妈 我们的新项目 我们的新项目就要开始了 现在基因技术可神奇了 等人类的基因 全部被破识 全部被破识以后 就可以彻底治疗各种疾病 一想到我们 一想到我们 就要开始做这项工作 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你 妈妈 我和子安都很好 因为忙 婚期 就往后退了 好 阿萍 歇会吧 来吃个苹果 不了干嘛 我准备走了 怎么就走了 我呢 来坐会儿吧 丹妈 我可能 有一段日子不能过来看你 你自己多保重吧 怎么了阿萍 没什么 那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的呢 是不是子安又跟你过不去了 没有 他没有跟我过不去 他只是跟我说 他需要有一段时间 来考虑一些问题 他的确需要冷静一下 我看这孩子昏了头 放这么好的姑娘不挑 干嘛 您别这么说 子安她有选择的权利 阿萍 你知道的 我对你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 可是这个事 只能由子安来决定 干嘛 我知道的 你一直都对我很好 你一直都对我很好 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孩子 你好好照顾自己 有空记得来看看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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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子安 你坐吧 我给你倒杯水 一家 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让你受委屈了 姐 我们重新开始吧 不 子安 你说得很对 我们两个的确不合适 莉莉 嫁给我吧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恐怕会令你失望的 你是个好姑娘 相信我 我会让你幸福的 我妈妈没有结婚就生下了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 在那个年代 我们母女的近况是可以想象的 可是我们那里的人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 我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我们那里啊 谁家有难处 大家都会来帮忙 子安 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你不知道 你可以想象 一个人在茫茫的戈壁滩上 走上一整天的路 看见另外一个人时的那种激动吗 就是看见一棵树 你都会特别的高兴 我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啊 全农场的人都来送我 他们敲锣打鼓的 就像欢送自己的女儿 我刚刚到上海的时候啊 特别不适应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傻 坐在街上 我就会对人笑 别人就朝我翻白眼 在食堂买饭 有人插队 我就让着别人 可后边的人就骂我 温宿舍 有人不喜欢睡上午 我就把下铺让给别人 别人都说我二百五 我觉得这样的人啊 多冷冰冰的 我都怕了 好长一段时间里 我哪都不敢去 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我的确愿意帮助人 我觉得只有在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这可能 就是你说我身上的贱气 一家 我不是故意要那么说 不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这个词 用得很准确 但是 我不可能改变我自己 子文 一想到那天晚上 你对我说过的话 我心里就很疼 疼极了 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不是一种人 我还要感谢你 是你 让我一下子看清我自己 子安 这个还给你吧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 让你母亲失望 你是个好人 你会找到合适你的姑娘 过上你希望的那种生活 我一会儿 我 我 就这么说了 我 有一个人 那么多 我 你 我 就这么说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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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爱你 我爱你 那一夜 我听了一晚上的歌 那些心酸的情歌 好像专门 就是为我写的 我的心 都要被那些歌揉碎了 同时 另外一种坚硬的东西 在我心里慢慢地成长起来了 喂 喂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医生 您给我开张单子 我想出院了 那怎么行 你得继续治疗啊 眼看就要好了 怎么能放弃呢 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待了 你是担心医疗费吧 你放心 月亮办公会已经讨讨过了 会解决的 我不管 反正我不想待了 你好 中心实验室 你哪里啊 他不在 他不在 那行 我马上过去吧 好 再见 待会替我请个假 我出去一趟 你上哪儿去 我去会个男朋友 是不是苏伟那边出什么事了 别神经 跟苏伟一点关系没有 你什么时候学别撒谎了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啊 看出来了 苏伟 听说你挺狂啊 闹腾着要出院 谁也管不了你了 是吗 我留在这儿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一家间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了 那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后果是明摆的 那是我自己的事 话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结不结婚 真的跟你没关系 苏伟你给我 你听我一句话 好好在这儿待着 一直等到你病好出院 你要是要对得起我们大家呢 就在这儿待下去 你不为你自己负责 也得为大伙想想啊 这么多人关心你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啊 可我还有一个漫长的恢复器 这笔费用 不是一个靠工资收入人所能支付的 一家间 我已经扰乱你的生活 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 怎么样我这话 别忘了 小卫 别忘了 你听我一句话 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 就是啊 钱是小事 你以为我们解决不了啊 真的对不起 我们这儿经费有限 不可能再从外边请着呢 你到别的地方看看行不 兼职 你能干什么 我是搞生物的 我们这儿只卖药 不搞生物 对不起罗小姐 我们这里不接受兼职 你到别处再看看吧 好 再见 谢谢你啊 莉莉走 吃晚饭一起吧 莉莉 怎么了 不舒服呢 我 有件事求你 说吧 什么事 哎呀你看你 我们都快结婚了 你还偷偷偷偷的干嘛 我想跟你借点钱 我当做什么事呢 我还以为你改变主意了呢 别瞎说 人家跟你说正经 好好好 说吧要多少 三千 嗨 三万三万 三万 三万 哎 你要干什么 不是我要 是罗一家 遇到了点急事 啊 急需用钱 我知道了 他是想帮那个住在医院的人 是不是 我说你呀 我又不认识那个画画的 罗一家 罗一家要做好人 让他去做好了 你又是何苦呢 我是罗一家的好朋友嘛 他的忙我当然得帮了 不 就算你借给我的 这钱不能借 这是两码事 名不正 言不顺 明白吗 那就算 你借给罗一家 哎呀莉莉啊 我也是个普通的人 境界没那么高 我只想管好自己的事情 别人的事我一点都不想管 也管不了 你不介绍吧 哎莉莉莉 嘿 你听我说 莉莉你别走 听我说嘛 说什么呀别说了 不借就算了 不过我们两个的关系 重新考虑吧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一下 我不是什么女科学家 就是普通的实验员 本来想找个机会 好好跟你谈的 就算我今天通知你了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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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的工资领来了 两百二十三块四毛 这么点 我帮你问过财务了 他们说你觉得月市价太多 把景金全给扣了 基本工资乱七八糟扣掉 可不就这么点了 三百五十八块 怎么这么贵啊 你这药方里面有红花杜仲 还有人参当然贵了 你可以让医生把人参改成沙参 把帐红花改成普通的红花 这样就便宜多了 不过药性也就差了 不用了 莉莉姐 这是一天的量分两次喝 你现在就喝了吧 每天记着要按时服药 平时要多喝水 喝吧 好 好了 我得走了 莉莲 子 你怎么在这 我在这儿等了你很久了 找我也是吗 这个你拿着吧 钱不多 收下吧 我不用了 谢谢 莉莎 你可以拒绝我的感情 可是别拒绝我的帮助 你的心意我领了 再见 莉莎 苏维怎么样了 她很好 谢谢 我认识一个心脏病专家 要不要带她去看看 暂时不用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尽管说 老子 有点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有点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明天我想早一点离开 行吗 好吧 子安 谢谢你 我给你做了点好吃的 我给你做了点好吃的 你要增加营养 别忘了吃药 平时要多喝水 我给莉莉说好了 有事你就给她打电话 我明天晚上就能回来 明天天好 你急着出去睡在太阳 我走了 帅厂长 您这样的卫生条件太差了 哎呀 吃饭的人不要去看做饭的人 你到别的厂家去看看 都一样 产品出来 一包装就漂亮了 我跟您说啊 您这墙壁要重新刷一下 地面要清理 没用的东西 都从这屋搬出去 那行啊 我一会儿派人来收拾 请 罗工程师 你也看到了 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我听说啊 有一种叫SOD的东西 这种东西叫 叫什么生物东西 把这种东西放在化妆品里边 价格特别好呢 你能不能帮我们搞一搞这个东西啊 SOD啊是一种活性物质 它能够增加人体细胞的代谢速度 因为它是不稳定的 所以它需要跟另外的物质相结合才行 其实呢这种物质最佳的吸收途径呢 是人的肠道而不是皮肤 所以您要是想把它搞在化妆品里面 效果不一定会很好 那不管效果好不好 不过现在市场流行这个 只要你把SOD搞进去 化妆品的价格可以翻好几倍 哦 情况是这样 罗工程师你放心好了 别的事呢你不要管了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搞出来 钱我不会少给你的 陈厂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那这是五千块钱 算是预付的工资 等你把产品搞出来 我再会给你更多的钱 提取SOD业需要很复杂的实验 如果您想批量生产的话 就需要有自己的设备 现在您的工厂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那你马上提个方案出来 我马上派人去买设备 建造一个生产车间 好吧 我试试 好 我们来看看 好了 你看看 你怎么帮我画成这个样子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重画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是说 原来我在画家心目中 是这样子的 挺好挺好的 谢谢你啊 那我帮你拿下来 拿 给 收好 够吗 够了 谢谢 谢谢 家姐 你来了 你又跑哪儿去了 我 我 我 闲得没事出去转转 鼓里尾巴都漏出来了 你身体还没有恢复 不要到处乱跑 嗯 一家姐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二十六岁了 没有你 我可能过不了这个生日 所以这个送给你 别笑话我 谢谢您 四伟 你不穷啊 有那么多人在帮助你 还有你自己 也表现得挺坚强的 嗯 四伟 你知道吗 一个人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 也是一种美德 在这一点上 你表现得特别好 你想 如果你表现得很计较 我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 所以我也感谢你 生日快乐 谢谢你 一家姐 DNA 是构成生命的 基本信息单位 里面包含着生命 全部的遗传信息 亲子鉴定 就是取两个生命体的DNA 做对比 如果 它们表现出结构的一致性 那就说明 它们这两个生命 是有血缘关系的 老师 那你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呢 世界上没有两个DNA 是完全一致的 关键是找出指标 找到了就可以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有问题随时来找我 好 几家 坐 有事吗 我想请一个星期的假 你 你又要请假 我知道我请假太多了 可是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去做 行 那你去吧 有事我给你挡着 谢谢 谢谢 不错 沈厂长 你这儿的设备 都调试过了吗 调试过了 绝对没问题 你从哪儿搞到这些设备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我们都弄来了 现在世界上 有钱就行了 行啊 我们开始工作吧 行啊 好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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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好啊 我回来了 莉莉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挣个钱了吗 噓 看这是什么 这么多钱 不得不少两万块 你行啊你 一个礼拜就赚了两万块钱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跟叔叔 这一天家里没事吧 没事没事 所里没找我 没有 那天所长好像跟你要什么资料 正好陈子安在 他就给打回去了 对了我还借了丁可平的钱 你应该给他算点利息吧 谁 丁可平 他捡钱啊 你说丁可平借钱给罗一家 你看玩笑吧 人账物账 前后两次呢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家也没跟我说过 你问我 你比我更了解这两个女人 再说了 你那么聪明 自己想想咯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你啊 如果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应该跟你说呀 子安 你怎么不打电话就过来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苏维手术的时候 你是不是借钱给一家了 我没有 你借了 你这个反应就说明你肯定借了 我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也不认为你会干 可是我不相信你有那么善良 你那么愿意帮助人 阿平 咱们俩在一起毕竟三年了 你知道吗 凡是你否认的事 你就一定做过 你怎么是这种人呢 子安 你听我解释 我并不是故意要瞒你这件事情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罗依嘉 他当时那么为难 你又不愿意出面帮苏维 他来跟我说这件事情 我就拿钱给他了 我不让他说 是怕你们之间会有误 你太搞笑了你 你说这些话你自己信吗 你觉得你有那么好吗 你借钱给罗依嘉 你帮助苏维 这听起来是件好事 可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 你敢说出来吗 你是知道我的性格 不管你做错什么事 只要你承认了 跟我说出实话 我就不会计较 我最恨也最怕的 就是当面跟我撒谎 子安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的确是想帮助罗依嘉 没有跟你说 真的是怕你们之间会吵架 真是没想到 这件事情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我没有傻到 要把自己的钱 白白的去送给别人 行了 这件事 还不至于让你 那么动情吧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身上是有很多毛病 任性 暴躁 容易发脾气 可这并不妨碍我 可以帮助别人 谁说任性的人 就不能帮人了 演 你就演吧 你就把自己往好里说吧 这是罗依嘉还给你的钱 你听着 如果以后你再在我背后 搞什么鬼 我绝不原谅你 不吃了晚饭再走吗 我说过两个月 不是还没到吗 这件事你不该瞒着我 阿平是为我好 他是真心实意想帮我 请你不要误解他 你呀 就是太相信人 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你有你的生活原则 我无权干涉 不过 我觉得我们不该走到这步 过去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吧 你一点都不留恋 我们的过去吗 你就不想再重新考虑一下 我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 神奇换福双 削青春豆 削黑斑 脸上什么东西都能削 鼻子眼睛不能 这么好的东西 我也看看 你在哪买的 回海路 人可多了 满大街都抢疯了 好不容易抢了一瓶 两百多块钱 两百多块 这个就是我搞的那个产品 你看这厂名地址 早说呀你 但我带点样品不就得了 害我花那么多钱 不对啊 SOD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 根本不可能三天之内就换服务 老土了不是 人家不都是广告宣传吗 反正啊 肯定是好东西 下次都给我带点样品 老土了 我花那么多块钱 这 不对啊 疼 你过敏了 你昨天吃什么了 吃什么 我就抹了点你这个换副霜 有点疼 他们会不会在里面放了硫磺 硫磺 那我脸不完了吗 糟糕 要出大事了 你这研究什么破玩意 喂 新海十月公司吗 我找前进化工厂来的沈老板 喂 总继小姐 请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沈有根住在哪个房间 谁啊 三天换肤 三天还你一张新面孔 你还真敢吹 我早就跟你说过SOD 没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你居然还在里面加了硫磺 这样会毁容的你知道吗 人俩可不是小事 要是出了事情 你要负法律责任 罗小姐 作为开发者 产品出了问题 你也有责任的 我听说你今天很不冷静 跑到商场里散布一些 不负责任的言论 你别忘了 你也是拿了钞票的 罗一江 罗一江 在不在 罗一江 罗一江 看你干的好事啊 神奇换肤霜 三天还你个新面孔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 偷偷的跑到外面去干私活 看见没有 这些都是消费者协会展来投诉信 很多人脸都烂了 你说说 你这一年惹多少事啊 一会儿给人非法用药 一会儿把陈子安的婚事都缴了 现在又惹出这事来了 你说说我怎么处理你啊 这些都是厂家背着我干的明堂 真的不能怪我 那你背着锁里去干私活 谁同意了 是我同意他去的 这件事由我来负责 这是他这次得的报酬 都放在这儿 你同意他出去干私活 谁给你的权利啊 不不不 没人给我权利 所长 这事都已经发生了 怎么处理 您看着办 我只想说 罗一家的错误仅限于 在我知情的情况下 私自外出 别的事跟他无关 杰伦被吓得太早 有没有问题 调查清楚才知道 好好好 那您慢慢调查 沈厂长 罗一家在材料中说 他曾向你提出过 SOD产品并不适于皮肤的吸收 而你坚持要这样做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罗一家说 他发现市场上正在出售的神奇换服霜 正是他开发的产品 并为这种产品存在着问题 曾向你提出过要终止销售 并收回这种产品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啊 我再问你 在整个事件中 你和罗一家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关系 他是我们产品的主要开发人 对不对 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决定权的 罗一家 你认为 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然是雇佣关系 他是厂长 做什么不做什么 由他决定 这个事就是你主持开发的嘛 对吧 你父也不可推卸这责任嘛 哎 不要急嘛 该问的我都会问的 罗一家 你说你曾到商场 阻止过这种产品的销售 你有证人吗 我有几句话要说 我逃 逃得出你的天空 却都走不出自己的心里 你的吻还留着昨夜的芬芳 我的心却在今夜的雨中冰冷 我逃 逃得出你的今生 却都走不出前世的缘分 忘不了的 是你那动人的笑容 我逃不及地 是我们如何分离 错爱的哭 是瑟瑟的自尾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悟 错爱的哭 是瑟瑟的自尾 是瑟瑟的自尾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悟 就在花儿的自尾 希望我逃不及地 让你永远跳 也只能不能跟着我 nosar白的自尾 或是瑟瑟的自尾 情无法追悟 从来的哭过是纷色的滋味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回来 我逃 逃得出你的天空 却走 走不出自己的心里 你的温 还留着昨夜里芬芳 我的心 却在今夜的雨中 冰冷